观众论们好,我是默默,最近追狂飙上瘾 今天就是狂飙的大结局了 默默的瞎预测现实回归 做个狂飙38到39集的大结局预测 前排提醒,此次预测是根据修改剧情预测的 非原剧情内容 从37集结尾衔接上分析第38集 高启强就是想要杀掉高小成的 如果从原始剧本分析 我更倾向于赵立东要杀高小成 如果有兴趣看这个分析 我会稍后再做个视频详解 回到修改版的剧情 因为就是高小成的这个操作 害死了大嫂 要记得高启强在第31集的时候 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 从来没 我也没爱过你 但我很爱你嘛 现在啊,228枪击案王立杨健死了 就剩高小成了 而且作为养了高小成20多年的后霸 他肯定是知道高小成的血型的 所以啊,只是安排人砍伤即可 高小成就会因为大死血而死 可谁知道,安心也是熊猫血 如果啊,赵立东安排砍伤高启强 砍死高小成 让所有的人都以为是高启强贼喊捉贼 封了228案件的所有线索 是不是更顺畅一些 还是回到啊,修改版的分析 这段确实降致了呀,忍忍汗 但是这就原上了 这样也能够顺畅的两极完结 228事件里面 陆寒是抓着王立不放的 蒋天便上门说他能够解决王立 蒋天是谁的部下呀,赵立东的 但是啊,杂摩高启强这句话 我是答应我老婆放下屠刀的 不出意外呀,是高启强想要洗白 因为之前陈淑婷 如果只有高启强洗白了 他才会回来 那陈淑婷应该一直有劝解高洗白 可是如果逼高启强逼得太紧了 他也是会拔刀的 然后蒋应该是用陆寒的事情去威胁导臣的 并且让高放弃供电局的事情 这傻小子应该是受不了这个气的 其实也受不了高启强被蒋天骑上头 因为他其实一直很渴望得到高启强的认可 所以接下来高启强也是说的 他就是该听小陈的 可大嫂是见过世面的 他认为现在和赵立东翻脸不合适 阻止小陈去捣乱 然后小陈和大嫂也许发生了不测 大嫂救下了小陈 自己发生了不测 这都是让蒋天去干的 因为赵立东就是要震慑高启强 但这触碰到了高启强的逆铃 接着回到2021年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也就是谭思言的录音笔了 当初高启强是拿了这个威胁过赵立东的 虽然也是改版了 所以机械匠神谭思言的录音笔 是一个扳倒赵立东的关键 接下来看39级预告 宋总 你拿什么呢 你爸 让我给他送点东西去 那您直接给我吧 我爸让我来的 爸 宋志飞拿着公司账目要跑 被我拦下了 你认为黄瑶真的是这么人畜无害的吗 先说这个宋总 这个公司账目应该是涉及到利益输送的 应该是赵立东让宋来拿的 鱼丝网破钱 赵立东想让这个资料线索断掉 或者开个脑洞 还有一个可能是高启强的一个地下钱装备查 这个宋总为了保存自己过来把账目带走 毕竟之前刀割放贷的对吧 然后黄瑶应该是把这个资料给到了安心 这应该是让高启强真正落网的主要原因 黄瑶真不是那么简单的 第37集 黄瑶就是故意给小兰说给香港打了钱 是哥哥出事的前三天 但这里有个细节对不上 因为安心说杀手是七天前才到的金海 那钱三天前才打上 而且黄回家和高也说了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是高启强雇来的凶手 那他能明白高小兰为啥跑 这也许是高给别人打的钱 是准备动蒋天老婆的 还是回到修改的剧本 黄瑶在小时候就记恨那个八音和的事情 然后他父亲死 那天高启强跟大嫂电话 也许黄瑶就没有睡着 他听到了对话 知道了父亲是被高启强逼死的 开个脑洞 也许这里的表情 是黄瑶告诉完高启强账本的事情后 安心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了黄瑶 目的是策罚黄瑶 这才把账本给到了安心 这样能够对应他的表情 接着过山峰来了 抓黄瑶过去 逼迫高启强现身 让高启强死 完成蒋天的遗愿 这估计比较贴合修改版了 而贴合原版的 也许是黄瑶已经把资料给了安心 然后自己完成了覆轴后 整个人放空 再开个大脑洞 而这个过山峰是黄瑶喊来的 甚至之前告诉过过山峰 高启强和高小城位置的就是黄瑶 他就是要报复他们一家 喊过山峰来 是觉得这么举报高启强也许他还能逃 不如再做最后的局 让高启强死在自己面前 好了 接下来就是分析大结局结尾了 高启强跳没跳呢 按理说他已经要害自己的儿子了 那黄瑶对他来说更无所谓了 那他可能不跳 可我认为剧情版本的 他跳了 为了换黄瑶 因为他内心是亏欠老墨的 然后跳下去 与此同时 徐中的冠心病犯了 督察组乱了方寸 安心跑来天台 又坏手开枪 撤杀了过山峰 致敬跟理想的过往 并救下了高启强 又是用的那个断手 然后接着说 怎么又是这个手呢 接着感动了黄瑶 黄瑶也帮忙抓起来了高启强 毕竟安心那个手不忠用嘛 接着就是赵立东 因为录音被宣判 何黎明也被拿下 高启强服法 反应宣判强胜集团罪行 意味着金海的保护伞 被连根拔起 然后安心去看望徐中 聊着过往 欣慰地说出 金海的天亮了之类的话 以后不会有这么大的案子发生了 但是徐中却说 不管案子大小 只要危害到老百姓 那就必须掐根断崖 哦 忘了说高启强了 应该是被高启强 送到非洲去做医疗援助了 好了 默默地瞎预测就到这了 狂飙的大阶局马上就出了 欢迎回来点赞 或者回来说我瞎预测哦 那爸爸溜